1949年12月10日深夜,蒋中正、蒋经国等人在装甲车和坦克的护卫下离开成都军校登上飞台湾的专机,起飞前向广州的白军机场了解那里的天气情况,随之此时的白军机场已经被解放军占领,白军机场立刻把蒋专机这些重要情报汇报给了15兵团副司令员洪雪智,并表示可以把蒋中正的专机逼停或者直接打下来。 洪雪智立刻向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做了汇报,叶剑英立刻请示中央军委,不过中央的指示迟迟没有下来。洪雪智再次请示是否能够先打下来再说,但叶剑英坚持着等中央的指示,最终蒋中正专机成功通过了广州空军飞往台湾。 为什么中共中央没有回复15兵团的请示,而任由蒋中正专机直飞台湾呢? 至今这正是国共两党历史上的未解之谜。